《铁宁印象》 作者汪曾祺 我对给他人写印象记一直持谨慎态度 我以为真正理解一个人是困难的 通过一篇短文便对一个人下结论则更显得滑稽 铁宁说得很对 我接受了让我写些铁宁的任务 但是到快交卷的时候 想了想 我其实并不了解铁宁 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温习一下一些印象的片段 考虑考虑 文章发牌在即 只好匆匆忙忙把一枚没有结熟的生嘎的送到读者面前 张家口一带把不熟的瓜果叫做生嘎的 四次座待会议期间 有一位叫铁宁年长的作家问铁宁 铁宁 你是姓铁吗 他正巴紧地回答说 是啊 这是一点小搅汇 他不姓铁 姓蛆 蛆元的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告诉那年纪稍长的作家实话 姓蛆很好嘛 他父亲作画署名铁阳 他的姓妹就跟着一起兴起铁来 铁宁有一个值得叫人贱慕的家庭 一个艺术的家庭 铁宁是在一个艺术的环境里长大的 铁宁是个不凡的画家 铁宁拿了我在石家庄写的大字对联给铁宁看 铁宁说了两个字不凡 我很喜欢这个高度概括 无可再简的评语 这两个字我可以回赠铁宁 也同样可以回赠给他的女儿 铁宁的母亲是教音乐的 铁宁夫妇是更叫人羡慕的 因他们生了铁宁这样的女儿 生子当如孙仲摩 生女当如屈铁宁 上帝对铁宁一家好像特别钟爱 且不说别的 铁宁每天要供应父亲一瓶啤酒 一瓶啤酒能值几何呢 但是倒在啤酒杯里的是女儿的爱 上帝在人的样本里挑了一个最好的 造成了铁宁 又聪明又好看 四次做大会之后 作协组织了一场晚会 让有模有样的作家登台亮相 策划这场晚会的是 疯疯癫癫的张欣欣和人民文学的 一个胖乎乎的女编辑 对不起 我忘记了她叫什么 二位一致认为 一定得让铁宁出台 那位小胖子也是小疯子的编辑 说女作家里 我认为最漂亮的是铁宁 我准备投她一票 但我没有表态 因为女作家选美 不干我这大老头什么事 铁宁长得不高不矮 不胖不瘦 两腿修长 双足秀美 行步动作都很矫健轻快 假如要用最简单的语言 形容铁宁的体态 只有两个最普通的字 挺拔 她面部线条清楚 不是圆乎乎乎的像一颗大清白线 眉浓而烧直 眼亮而略狭长 不论什么时候 都是精进神神 清清爽爽的 好像是刚刚洗的一个枣 我见过铁宁的一些照片 她的照片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露齿而笑的 不是巧笑窃息 那样自我欣赏 也叫人欣赏的巧笑 而是坦率真诚 心无渣子的开怀一笑 一类是略带忧郁的沉思 大概这是同时写在她 眉宇间的性格的两个方面 她有时表现出有点像 英格力包慢的气质 天生的纯净和高雅 有一张放大的照片 梳着蓬松的卷发 很像绯闻力 当我告诉铁宁 铁宁笑了 说 又说我像费文力 你把我越说越美了 她没有表示反对 但是铁宁不是英格力包慢 也不是费文力 铁宁就是铁宁 人世间只有一个铁宁 铁宁胆子很大 我没想到她爱玩枪 而且枪打得不错 她大概也敢骑马 她还会开汽车 她在挂职到来水期间 有一次乘车回来水 从驾驶员手里接过方向盘 呼呼就开起来 后排坐着两个干部 一个歪着脑袋睡着了 另一个推醒了她说 快醒醒 你知道谁在开车吗 铁宁 睡着了的干部两眼一睁 睡意全消 把性命交给这么个姑奶奶手上 那可太玄乎了 她什么都敢干 她写东西也是这样 什么都敢写 铁宁爱说爱笑 她不是腼腆的 不是矜持冤沫的 但也不是家雀一样 叽叽喳喳 吵起来没个完 有一次 我说了一个嘲笑河北人 有点粗俗的笑话 一个保定老乡到北京 坐电车 车门关得急 把她夹住了 老乡大叫 夹住安定了 夹住安定了 售票员问 怎么了 夹住安定了 售票员明白 说北京这不叫定 叫什么 叫屁股 哦 老大爷 你买票吧 您到哪呀 安屁股门 铁宁大笑 她给续了一段 车开了 车上人多 车门被挤开了 老乡被挤下去 哦 自动的 铁宁 还有幽默感 这在女作家里 是比较少见的 关于铁宁的作品 我不想多谈 因为 我只看过一部分 没有时间通读一遍 就印象严 铁宁的小说 也可以大致封为两类 一类是像 哦 香雪一样 清新秀润的 清新二次被人用烂了 其实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河北省作家 当得起清新二次的 我看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孙黎 一个是铁宁 这一类作品 抒情性强 笔下含蓄 另一类 则是社会性较强的 笔下比较老辣的 像玫瑰门里的若干章节 如生吃大黄猫 下笔实可畏 带点残忍 惊心动魄 王蒙身为铁宁 丢失了清新而惋惜 我见稍有不同 现实生活 有时是梦 有时是严酷的 粗利的 对粗利的生活 只能用粗利的笔触写之 即使是女作家 也不能一辈子 只是写女郎诗 我以为 铁宁小说 有时亦有男子气 这正是他走向成熟的路上 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我很希望能和铁宁相处一段时间 仔仔细细读一遍他的全部作品 好好地写一写他 但是恐怕没有这样的机遇 而且一个人感受到 有人对他跟踪观察 便会不自然起来 那么到哪儿算哪儿吧